我们常常看到了 就是汽车品牌 他们会赞助有些领域 例如说运动赛事 这可能是你看到最多的 但是有时候 它跟某些领域的结合 会让我们觉得 请问一下 这中间是有什么样的生意吗 例如KIA 从艺术出发 大卫哥 这个问我 我真的是非常有感 因为每个车厂都有它的 我觉得除了在卖车之外 也要有它的社会责任 然后过去我们都觉得是 大车厂嘛 不过就是Toyota吗 宾师啊 这些 他们应该就会做一些 相对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等等的 但是我发现KIA 最近他也有这样子的动作出来 之前他们赞助最多就是 世足赛的时候 因为他们原厂就是 世足足球等等 然后在国内 他也有一些像花莲 他们做一些 这儿童的足球的一种推广 可是在这次 他居然在艺术上面 他在台中的歌剧院 他举办了一个三剑课 就是让这些偏乡的国中 带他们来看这个 一个三剑课的歌剧音乐剧 不止如此 还让他的开着他EV6 让这个学生们体验 原来电动车是什么样 然后再开始看台中歌剧 我们也知道 还有他一个美 他建筑之美 所以我觉得车厂在这个KIA 在这方面用心 他就移动启发人心 中间这启发这两个字 就是在说 我就用种种行动 包括艺术上面 让你欣赏科技 有 台软油车才够热血 有 电动车满满高科技才够香 不要吵啦 要吵就是LINE聊天市场 你要的燃油车 你要的电动车 地球黄金线LINE都有 还有车台独家 购车攻略 车友名调 现在就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LINE好友 还有汽车周边 让你带回家 LINE 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这是树立桥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动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门 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